各位好 今天又要開箱了 要分享生活中的小玩意兒 一如往常 我還是跟著各位一起把箱子打開 我其實還沒有看過這個商品的內容 我們就一起開箱它吧 我今天要開箱的這個商品 是一個工具 這是一個好用的工具 那我在接下來影片裡面的話 除了介紹這支工具 我同時也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對EDC的心得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在做一個影片的話 都會準備道具 那我今天的話這些道具都會派上用場 好 那我們就來打開它 那我今天要開這個箱子的話 我用這個工具錢 那這等一下的話也會是道具之一 那我要用它來分享一下 我對於EDC的看法 那這個是True Utility的工具 其實它也不錯 它也不錯 不過屬性不太一樣 那我這個影片的話 除了介紹這個工具之外 我也會跟各位介紹 我怎麼將它戴在身上 好 對 所以EDC要有一個觀念 我們任何一個工具 任何一個物品 它功能再強大 只要不再生兵 它就是零 所以 你能不能帶著它 是EDC的一個重點 好 那我們趕快來把它打開 所以我發現 它用這個來開箱的話 不是頂順手 那不要剪了 不用剪它 所以這個工具的話 我還蠻喜歡它的 其實不瞞各位說 這個工具 我已經有第二個 這是我第二支 那我之所以 會買兩次的話 是因為 我真的還蠻喜歡這個工具的 那再來是說 我有時候會 在兩個地方跑來跑去 所以說我會當 我會再買一個當備用 好 那這位賣家 包裝的還蠻仔細的 那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它盒子很大 所以東西很小 對沒有錯 我今天要開箱的這個物品 它非常的迷迷 你有沒有看到 一直捲一直捲一直捲 我們才看到它的正面目 就是它 有看到嗎 很小 非常的小 非常的小巧 它是瑞士刀 Victorinus 那它型號是0.6381.26 0.6381.26 這個號碼 在瑞士刀裡面的話 它算是蠻知名的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 在瑞士刀裡面 型號裡面的話 它算是一個不錯的商品 那我們把它打開 那它的說明書 當然是一個 是用那個 0.6385的 0.6385跟0.6381的差別 就以說 0.6381它是 鋁殼的 那0.6385 那0.6385 它是 我們 典型的紅色殼 典型紅色殼子 對 就是它 對 那因為它們功能是一樣的 所以它們說明書會長的一樣 來 我們各位看 它 真的非常的小巧 小巧到 幾乎忘了它的存在 那我要跟各位分享一個觀念 你 這個EDC的話 功能再強大的商品 都一定會有 功能強大 絕對不稀奇 但問題是 它在不在身邊 對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說我們有時候的話 我們會看到一些工具錢 非常的powerful 我舉個例子 工具錢的話 你要講powerful 再也找不到第二支 比它更powerful的 Lesserman 它是 Charge TTI Plus 那 這一個工具錢的話 你要講powerful 它最powerful 什麼都有 你想像得到了 它什麼都有 而且 它全部都是鈦合金的 所以說 在材質上面的話 有都是金兩的一等一 無可挑剔 無可挑剔 可以說是工具錢之王 那我們會對這個工具錢的話 給它一些非常多正面的評價跟形容詞 那又如何 它根本就沒有辦法帶在身上 我們不可能說 把這個東西帶在身上 你說沒有啊 它也可以穿在皮帶上面 對不對 而且它有這麼多的擴充 它功能很powerful 可是問題是 我們正常人會 帶這個東西在身上跑嗎 不會啊 我們出去外面 或是說 我們今天是上班也好 還是到外面去玩也好 這個東西再強大 你也不可能把它帶在身上 這很重耶 對不對 然後 這個工具錢的話 它是可以讓你帶在身上的 它的mini size 就是它最大的功能 那我們看一下它有哪些功能 一個一個跟各位介紹 第一個 一定要跟各位介紹 瑞士刀的剪刀 剪刀是非常的銳利 那我今天的話 有準備了一份 就是講義 等一下這個都會跟各位介紹一下 看它有多銳利 瑞士刀的剪刀 我是一直都非常的推薦 它確實是一個很好的 在很多工具裡面的話 它的剪刀是相對精良的 我今天的話 也會拿其他的工具來做比較 這個是Lessman Squirt PS4 這也是很知名的工具錢 而且它很隨身 你看它尺寸一樣都很小 這個才是有辦法帶出門的尺寸 對不對 那如果說以剪刀來比較的時候 我覺得這兩把剪刀是不相上下 那它們的彈簧的機制的話 是不同的 它的彈簧機制是這邊有一個 金屬的桿子 做支支點 做支桿 那它的話是用一個寶鐵片 當作一個Sprint 當作一個彈簧 那你這按起來的手桿的話 坦白說啦 我覺得Lessman好一些 但是如果說是以銳利程度來說的話 這個Vectorinus 它是銳利是比較好的 它剪起來很輕鬆 非常的銳利 那如果說是Lessman的話 稍微沒有那麼銳利啦 稍微比較頓一點 但是其實我說實在 以工具來講的話 這個銳利度都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這兩個的話 都帶自摩系統 好 好 那 這個是剪刀嘛 那第二個的話 工具的話是這一個 這個工具的話 它上面呢 是帶一個Phillips 是一個十字的螺絲起子 而且滿tiny的 滿小的一個十字螺絲起子 那 它這裡的話 又可以開啤酒 或者是說米酒 就是cap opener 那這個地方的話 是一個電線的切斷器 在這個位置 這個是一個複合工具 這是一個複合工具 這還不錯 那這剪刀 我們剛剛已經有介紹過了 那這一把的話 是主要的刀子 那主要刀子的話 我必須要介紹一下 瑞士刀的刀子 瑞士刀的刀子 瑞士刀的刀子的話 向來都很鋒利 就務必當心 它的鋒利程度的話 是很 很驚人的 那我等一下的話 會再一次做比較 我先把它 所有工具都展開 來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個的話 這個的話 是什麼呢 其實我說實在話 我們在玩EDC的人的話 必須要一個基本的原則 我們要忘記它原來的功能 那當然 原來功能忘記之前的話 我先介紹一下 它可以做什麼事情 它原來的話 它這個可以當一個 比較大型的一字棋子 然後呢 它可以當鞘棒 因為你看到它這邊的話 稍微有點弧度 但事實上啊 它 並沒有那麼的弧 是帶一點點很 輕微的弧度而已 它是一個很好的鞘棒 例如說 我們要開箱 我們要開一個紙盒 它都可以啊 這樣子把它撬開 所以它是一個很好的鞘棒 那我等一下的話 再跟各位分享一下 一些觀念 那這一個的話是 煎餅的刀 好 煎刀 好 那這一個刀的話 跟原本的這一個大刀 有什麼差別 好 這是一個弧柄的 這是一個煎 煎的 煎刃的 煎刃的話 煎刃想說 這多此一舉啊 我們本來就有一把刀了 要這把刀幹什麼 各位要知道 我們有時候的話 會需要做一個 比較精細的使用 例如說 我要一個很煎的tip 然後做雕刻 一個比較精細的使用 它就是一個可以做雕刻刀的一個刀片 再來是說 它這個比較精細的話 我們做的一些切工 會比較細膩 你看 它可以用柯的 它可以用柯的 這個是跟大刀的差別是不一樣的 第二個是說 因為刀刃的話是 我們身上的水深用具裡面的話 是相對於功能性比較好的 所以說 你有一個備用刀刃的話 我們再使用EDC起來的話 會比較有安全感 它是一個備用的 所以說這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那除此之外的話 我們還有一個尺 有一把尺 我們仔細看一下這把尺 我不知道這樣子對焦有沒有對焦 它上面是公分 下面是英寸 兩種刻度的尺 然後它最大的刻度可以到4公分 那我們在外面的話 還要做一些量測的話 這個尺是很方便的 而且再來是說 它可以做一個深度上的量測 深度量測 那除此之外的話 它還可以做畫線之類的 那它前端的話 是一個平頭的棋子 然後接下來的話 我們介紹下一個工具 下一個工具是這個 其實它原版的功能的話 等一下會再跟各位介紹 它這個工具的話 它是一個彎角的 彎角的刀刃 它是一個彎角的刀刃 那這個刀刃的話 是蠻銳利的 我等一下會跟各位介紹 它的歷史源源 像我們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很輕易的做開箱 因為它是一個勾刃 它是一個勾刃 所以說它 這個在使用上的話 是有很多 很多的便利性 那我們放在身上的時候的話 可以當危險的時候 我們可能要逃生的時候 的 安全帶切斷器 那除此之外的話 我們知道 在瑞士刀裡面 有一個工具的話 是勾子 那這一個 瑞士刀它是沒有勾子的 所以說這一個部分的話 我們也可以取代勾子使用 這樣子我們也可以勾起來 勾東西 你想說什麼時候要勾東西 你如果是露營的時候 你看到一個鍋子啊 它滿燙的 你就很希望有一個勾子 可以代替你的手指頭 去把它拿起來 所以說這個就是它的功能 好 那接下來的話 你看 我還買一個沒有介紹的 欸 好像都介紹完了 喔 還有一個 這個是指甲 摩指甲器 這是一個摩指甲的導人 的那個 這個叫FIRE FIRE叫什麼說 摩 這是可以研磨的東西 那前面這尖端的話 你還可以清指甲縫 對 那所以說 為什麼說 這一個的話 在瑞士刀裡面的話 是一個很 很重要的型號 很知名的型號 是因為 它在這麼小的刀身裡面的話 它是四排的 這麼小的刀身可以容納四排工具 容納四排工具 那也就算了喔 而且它是雙面工具 兩邊都可以容納 兩面都可以容納 那它總共呢 有14項功能吧 我記得 14項還是18項 那我看一下 它的說明書在這個地方 它所有的功能的話 總共是 我看喔 Black Scissors Nail Fire with Nail Cleaner 它總共是16項 但事實上 因為這個是6385的 6385的話 它多鑷子跟筆 那我這個是6381 那6381的時候的話 它沒有鑷子筆 所以說它是14項功能 那你想說 你很奇怪 我這個有16項啊 她的姊妹 她有16項 為什麼我要 這個 14項的 燒兩個功能 而且喔 這個鋁餅的 還比塑膠餅的 貴很多 貴很多 應該至少 貴十幾塊美金有吧 那為什麼做這樣的選擇 各位要知道喔 因為它很小很薄 它比塑膠餅的 薄上4厘米 它只有10厘米 也就是1公分的一個厚度 那厚度啊 就是 EDC隨身工具最大的功能 那那個鑷子啦 或者是牙籤的替代 或者是筆的話 要看各位有沒有需要用得到 但是對我來說的話 好攜帶啊 才是最重要的功能 任何的一個物品啊 功能再強大 只要不在身邊 它就是零 所以它這一面的話 有三個 那另外一面是 一個 兩個 喔 小心它的刀刃喔 其實瑞士刀的刀刃都是非常銳利的 負必擔心 然後這個的話 還有一個 好 平口的 我等一下會有一點時間 來介紹一下它的特色 那還有 這邊還有一個 還有一次 所以說我們這樣子看起來的話 一邊是三個 那一邊是五個 那合計起來的話 它總共可以 提供十四種功能 當然啦 我必須要跟各位說明一件事情 EDC的第一課 就是忘記工具的功能 這每一個工具的功能 不是它賦予你的 而是你賦予它的 所以說我們要試著去開發 每一個工具的功能 而不是啊 它告訴你這個工具是磁 它就只能當磁 不是 它的活用啊 才是技術 那至於講到 這一個 瑞士刀的活用啊 我必須要推薦一個 兩個頻道 那我這邊有寫到 因為我知道 我現在口語唸出來的話 不會有人記著 那我等一下用 很多的時間 可以去打字幕 各位看一下 那 YouTube的頻道推薦 第一個是 Phillips Imler Phillips Imler 那它的頻道叫 Victorinux Tips and Tricks 另外一位的是 John Gadget 他的頻道是 Gear for Live Reviews 那我特別要推薦一下 前面這位 Phillips Imler 先生 他非常的重要 怎麼說重要法呢 各位啊 如果說在 網頁上面去搜尋這個人的話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對不起 對不起 因為我 這個 剛剛有個電話來 你只要在網頁上面 搜尋 Imler 這一個字的話 你會看到這一個人 那這一個人的話 他是一個 他出了很多書 那他又是雕刻家 又是兒孔導師兼作家 那他也是三個小孩的父親 那他 對大自然非常的有興趣 你看他在 Amazon上面 拿出了很多的書籍 都在教各位 怎麼去使用瑞士兜 那他的一些活用 一些tips 一些tricks 大家可以在他的頻道上面 看得到 這一個 這位大哥 是非常推 他的頻道 節目做得很用心 你看到他的頻道以後 你就能夠理解 我在表達的意思 為什麼我說 我不會特別去強盜 要一個 每一項工具 他的功能 因為他的功能 是你開發他的 是你賦予他的 他能做什麼 要看你的創意 要看我們每個人的巧思 那我說明一下 這一個 瑞士刀的話 中文的話 會給他什麼樣的名字 他叫做 迷你冠軍 英文的話 叫 mini-champ mini-champ 那因為他是鋁饼的 所以說 mini-champ 後面加 ALOX A-L-O-X A-L-O-X 十字起字 再加 開罐器 這個 在瑞士刀裡面 算是常見的工具 我把它先收起來 這個我先不講 那剪刀的話 也是常見工具 不講 那一把刀的刀刃 這個我也不提 我們翻過來 這個小的 直刃的刀刃的話 做 備用刀 或是 小型的 細微工具 雕刻刀 這個我也不講 這蠻普通的 那這一個的話 是一個 NAIL FIRE 摩指甲的 或者是前面的話 有一個指甲的 Cleaner 這個我也不講 這個在瑞士刀裡面 算是普遍 我講這三件 那這三件的話 它其實是有 醫療背景的 像這一個 這一個工具的話 它一開始是為了 醫療人員而開發的 那 這一個工具 跟這一個工具 這兩個工具的話 在所有的 瑞士刀 大概三四十種吧 四五十種型號裡面 只有在MiniChamp 裡面 才看得到 那它這一個 瑞士刀的話 它演進過很多的代數 那它早期的話 曾經有過一個版本 叫做醫療師 這叫迷你冠軍嗎 那我們可能最常見的話 會有獵人 會有攀登者 然後會有Traveler 旅行者 會有這個漫遊者 或者是說 在大陸啊 他們非常的熱門的 叫做 什麼典範啊 逍遙者啊 那些的話 都是其他的型號 那 它曾經的前身 是叫做醫療師 那醫療師的話 這一個工具 也是我左邊講的 這一個工具的話 它是做 歌曲器 什麼歌曲器 我們在藥罐子 外面都會有一圈 塑膠環 做Seal 做封口的 那 用這個刀刃的話 我們可以把這個塑膠環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 一個藥罐裡面都會有一些棉花 它這個鉤狀的話 就可以把棉花取下來 把棉花拿掉 然後我們就很快的 可以拿到裡面的藥丸 或是膠囊 這是它工具的前身 那這個工具的話 以前叫做 歌曲器 割開 取拿的工具 那它後來的話 又變成橘皮的切割器 Orange Peter 切橘皮 那它未來的話 會不會變成是叫做 勾刃 或者是說 它是一個皮帶切斷器 這都可以 因為這一個名字的話 是我們稱呼它的 你要叫它什麼 它就是什麼 那我們目前的話 在瑞士道的型號裡面 行路裡面的話 是把它稱作為 Orange Peter 那 它當然不能夠 不是說只能夠切橘子 你也不要問我說 我平常不吃橘子 我身上帶一個 Orange Peter 幹什麼 它的功能的話 是非常多樣的 大家有興趣的話 看一下這個Philis Imler 這個人 他的YouTube的話 你會看到很多的活用的方式 那這一個的話 什麼呢 這也是我們全身醫療師 它裡面的一個工具 它以前的話 它我們可以看得到這個 有一個凹槽的話 感覺上好像是要挖龍腳傘 的那一種 小勺子 那這個的話 就是要讓我們去數藥分藥 數藥分藥 我們可能很多藥品 在桌上的時候 我們要分藥分兩顆藥丸三顆藥丸 所以說以前這個的話 是醫療師裡面的工具 而且是獨有的 那它現在既然保留到 迷你冠軍裡面的話 它是要讓我們繼續再做分藥嗎 不是啊 哪有那麼多藥可以分 它是要讓我們去開發它的功能 而且再來是說它的功能 它很薄 它是一個很好的翹板 是這樣子 好 那我接下來的話 花有一點時間的話 去介紹一下 什麼叫EDC 那EDC的話 一定要有一個特色 我們絕對不可能說 帶這樣的東西出去 我們稱它為EDC 這個東西帶不出門的 我可以說它是一個很powerful的 multi-tool 我沒有意見 但是你要說它是EDC 我表示懷疑 為什麼呢 它帶不出門嘛 但是這一個工具的話 它就是非常有機會帶出門 因為它size非常小 好 那它也可以是EDC 那我說明一下 它的這個部分的話 它是有一個前置 那它內層的話 是沒有工具的 好 那外層呢 好 外層的話 是有一個一字型的起字 然後呢 它有一個十字起字 你想說 這它根本沒有十字 對 其實我們multi-tool裡面 十字起字就會長這個樣子 比較堅頭的 我們就是十字起字 然後會有一把剪刀 然後 會有一把man blade 主要刀刃 主要刀刃的話 如果說是以Latherman這個來說的話 它也是非常的銳利 銳利到嚇人 所以說要特別留意使用 對 然後它這一個Latherman的 Squart PS4 PS4的話 它還有一個金屬鋸 它可以鋸金屬 磨金屬 可以鋸木頭 磨木頭 所以說它也算是一個很powerful工具 可以帶出門的 我們才叫EDC 不能帶出門的 我們叫Multi-tool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講一下 一個工具的話 你要取得容易啊 我買就行了 但是你怎麼帶出門 這個的話 我要跟各位介紹一下 如果是我 我會怎麼帶出門 好 或者是說 我怎麼樣把它帶在身上 好 那帶在身上的話 很多人第一時間的話 會去想到 像這樣子的皮套 會發現 這是哥伯爾啦 因為我說實在 因為這個東西很小 所以說我不太容易找得到它的皮套 但它原廠有附皮套 但是原廠買的皮套的話 稍微有點面積 稍微有點體積 所以說 會有點可惜的 它這麼tiny的size 所以說 我不會想要用原廠的皮套 或是矽膠套 那我這個的話 是用來做說明的 我們一般的話 最直觀的話 會覺得說 我就把它帶在皮袋上面就好了 對 但是上 我說實在話 你的腰上面 帶了這個皮套之後的話 你覺得這個東西 你會每天 一年365天 都帶它在身上嗎 我是有點懷疑 不太可能 因為 帶一個東西 這樣子 在身上的話 我們來說還蠻負擔的 或者是說 你用另外一個皮套 它可能很薄 很扁 EVEN是這樣子 我也很懷疑 你會把它帶出門 因為我們在腰帶上面的時候的話 它還是會有一些負擔 你在彎腰的時候 你在活動的時候 你還是會覺得卡卡的 那更不用講這種東西 這種東西 你不可能帶出門的 它還是有點重量 然後你的腰會歪一邊 所以說這種 不是很容易帶出門的話 一開始的時候 會很熱衷 讓你帶一個月之後的話 你就會想要把它放在家裡 放在家裡 那我說明一下 如果是我的話 這個東西 我是怎麼帶出門的 做一個示範 首先的話 我們必須要一個勾子 好 我們有一個勾子 這個勾子的時候的話 我們就這樣子把它掉來勾住 對不對 這個勾子的話 是一般的鑰匙圈 這不稀奇 好 然後呢 這時候的話 我會將 這個 褲子 褲子拿出來 然後呢 這個我們很清楚的 看得到 這是一個皮帶 這皮帶的時候的話 我會拿一個 這個 這是什麼呢 這是彈繃 一個繃帶的彈繃 彈繃的話 用噩耗的 用噩耗的 是 用噩耗就可以 這時候呢 我們把它剪一個適當長度 不要太短喔 不要剪太短 不要剪太短的長度 好 剪好之後的話 我們這時候呢 把它 穿進去 我們的腰帶的 這一個 裡面 把它穿進去 穿進去的話 我們到第一個 到第一個這一個 皮帶扣的位置 這時候的話 我會怎麼帶 我會將它 扣在這個位置 這是褲子嘛 對不對 這是前面 我會看到這是前面 然後我把它扣在這個位置 這樣你就可以戴著它 那很多人會跟我講 你就這樣子把它放在口袋就行了 或者是說 我們的牛仔褲的話 右手邊 這邊都會有一個 放零錢的口袋 你就把它放在這裡面就好了 我告訴你 你這種情況下 你還是不會永久把它戴著的 因為 你會知道你身上戴著一個它 在這個時候 在這個時候的話 你只要覺得你身上會戴著它的時候 戴一個一個月兩個月半年 你就會覺得負擔了 所以說我會這樣子 我會將它穿在這個彈繃裡面 或者是說你這個彈繃的話 你可以買一號的 一號的會再更緊 你就可以這樣子把它束在整個腰帶上面 你在這個時候的話 你會不覺得身上有戴一個瑞士刀 在這個時候的話 它就會是一個365天都會戴在身上的東西了 這是我的一個小秘方 推薦給大家 那你可能會問我 我買一個跟它很合的皮套戴在身上就好了 不是嗎 但事實上 你各位可以試試看 你用一個皮套掛一個這樣子 在身上的時候 你絕對不會永遠戴著它在身上 你必須要讓它